从没看过这么离谱的剧情 前一秒还素不相识的男女 下一秒却成了在一张床睡觉的合法夫妻 然后手都没牵过的两人 今晚却要在一张床上睡觉 看着身旁可爱的女友 男主咽了咽口水 随后侧身抱住了小思 感受着女孩身上的温度 男主没想到女孩子的体温竟如此之高 而且香香的味道让他大脑一片空白 也就在这时右手好像摸到了什么 柔软的触感差点让男主原地爆炸 感受到胸口的触摸 小思醒来下意识地转过身体 小思又滚回了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 男主顶着两个熊猫眼就出来了 昨晚的事情让他一宿没睡 经过再三考虑 男主决定买张双人床 这样做起事情来就更加方便 一想到昨晚小思的体温 男主整个人都快爆炸 快压不住的他只好兴奋地在床上乱窜 没过多久 男主带着小思来到老家见家长 可没想到他的父母比小思还紧张 母亲看到小思的那一刻已经语无伦次 而父亲更是夸张 还没见到小思就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睡觉时 母亲提醒儿子 晚上干坏事的时候声音最好小点 因为他们的卧室就在旁边 虽然隔音效果还行 但太过大声的话还是会被听到 说完母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是男主才反映过来 今晚可是要和小思睡在这间房里的 他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场面究竟有多尴尬 不过等两人睡下后 男主又壮着胆子叫醒了小思 他想要求小思试一下自己的避震 闻言小思也没有拒绝 一脸害羞地躺在了男主的手臂上 感受着从手臂上传来的温度 男主这才知道原来手臂会这么痛 他严重怀疑姿势是不是错了 血液的不流通让他的手臂越来越麻 小思也察觉到了老公的不对劲 询问男主手是不是累了 可男主却嘴硬地表示没事 于是下一秒小思换了个位置 酥麻地感觉疼得男主叫出了声 担心老公承受不住 小思还是贴心地起身 但男主却不愿意了 要求小思回被窝之前 给自己一个晚安之吻 文言小思小脸一红 随后缓缓地爬到男主身上 接吻过后 小两口沉沉地睡去 然而父母却因此睡不着了 发出的声响让他们还以为 儿子在做什么羞羞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小思率先醒了过来 看着还在熟睡中的老公 他决定就在这里换睡衣 殊不知男主只是在一本正经的装睡 告别父母后 男主又回归了他的社数生活 然而在无良老板的压榨下 他连续工作了两天半 最后终于支撑不住病倒在床 不过在小思的细心照料下 男主的病情很快得到好转 出了一身汗的他想要换个衣服 文言小思立马来了干劲 扒了老公的衣服帮男主擦起了身体 感受着小思温柔的手法 男主一脸害羞又享受的表情 晚上 两人睡在了同一个被窝 看着一脸娇羞的小思 男主毫不犹豫地抱了上去 接下来的剧情过于无聊 请大家自行脑补 第二天早上 没等男主睁开双眼 小思又给了男主一个早安吻 配上那亲切的问候 男主幸福地差点爆炸 可这远远没完 为了取悦老公 小思还贴心地换上了制服 大空式 どうや 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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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思想 这下男主彻底压不住 他迫不及待地脱下小丝的袜子 随后吻上了女孩的大腿 接下来的剧情过于无聊 请大家自行脑补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第二季 将于4月8号上映 关注小爱 带你一起观看第二季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终于迎来了第二季 男主一大早起来 又收到了小丝的早安吻 虽然结婚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但接个吻依旧会让两人面红而吃 而吃完早饭后 男主开始了工作 小丝一脸无聊地躺在一旁 想让老公搭理一下 自己这个可爱的妻子 男主见状提议要不要去看场电影 文言小丝立马起身 兴奋地表示自己要去 不过看着老公手上的工作 小丝担心男主会玩不成 然而男主却表示没事 因为再给他两分半就能做完 就这样两人一起来到电影院 从未和女生看过电影的男主 本以为可以趁着漆黑的环境 做些轻轻我我的事情 但在看到小丝专注的表情后 他却一点都没了那样的想法 男主没想到一部电影 能让小丝看得这么惊喜 暗暗下定决心 下次一定还要带他过来谈 傍晚回到家 小丝十分羡慕两人去看了电影 不过他更在意的是 他们什么时候举办婚礼 文言小丝表示婚礼 可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小丝穿上婚纱的样子 一定很可爱 听小丝这么一说 男主立马对婚礼来得兴趣 于是趁着吃晚饭的时候 询问老婆想不想办场婚礼 结果小丝一点都不想办 毕竟办婚礼可要邀请几十个亲戚 如果选择办婚宴 还要上台切蛋糕发表演讲 最后还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吻 而且还要穿着一身花哨的婚纱 一想到这小丝就十分难为情 俗话说择日不如撞日 男主打算找个有空档的会场 下周就办一场婚礼 文言小丝一脸问号 自己的老公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婚礼 吐槽男主这是转生到 异世界的主角才会说的话 而躲在门后偷听的小妖也忍不住了 真当办婚礼是预约饭店呢 一通电话就想解决 于是趁着吃西瓜的时候 小妖询问男主举办婚礼要多少摩拉 男主对没有兴趣的事物简直一无所知 小妖随即给男主看了一场高级婚礼的最低费用 看到700万的数字 男主实话当场 在男主的认知里 婚礼只是在神父面前许下爱的誓言 新娘略带哭腔地读出给父母的信 随后在一天内就能结束的事情 趁着小妖还在洗澡 男主和小玲聊起了结婚的事情 他没想到除了刚才的费用 还要出上100万左右的财力 而且准备婚礼也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 于是为了更加了解婚礼的流程 男主与小妖来到便利店买了本相关的杂志 看了上面的介绍 男主这才明白办婚礼确实有许多事情要做 然而比起举办婚礼 小妖更想象今天这样 一起看电影吃饭去便利店 这样安稳的生活才让他更安心 他想等到一切都能受到祝福的那一天 再慢慢考虑这件事情 毕竟他们的婚姻生活才刚刚开始 嗯 そうだね 今日も一日楽しかった 僕も一緒に映画行けてよかったよ 今日も司ちゃんはいい匂い こらこら息がくすぐっと でも僕はやっぱり司ちゃんのウェディングドレス姿を見てみたい え じゃあ二人だけの時に旦那様にだけ見せてあげる 本当 うん だったらそれは二人だけの結婚式だね 何時はユーザキナサをおっととし 愛することを誓いますか はい 誓います ユーザキナサ 何時は はい 誓います もう 旦那様早い では 誓いのキスを 有個愛管閒事的老师是種什么体验 就算是毕业了两年半的学生 都会遭到他关心的家法 这天男主在便利店门口偶遇了高中的刘老师 两人刚打完招呼 老师就注意到了男主无名纸上的戒指 要知道他到现在还没结婚 出于好奇他询问男主这是怎么回事 男主已经结婚的消息 足足震惊了老师两年半 他严重怀疑男主找了个坏女人当结婚对象 为了自己学生的安全 老师当即决定来赐家房 就这样男主带着老师来到家里 看着小思可爱的模样 老师非常意外 而经过男主的介绍 小思这才知道对方竟是老师 于是很不失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 听到小思自称是自己的妻子 搞得男主又是一阵面红耳士 但老师还不打算放松警惕 他认为乖巧的模样下一定藏着不得了的命 也就在这时肚子不争气地叫 小思见状当即就给老师做了晚饭 仅是一口 老师幸福的就快爆炸 他都不知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忙于工作的他每天都只能靠方便面读人 不过尽管如此 老师还不打算相信小思 毕竟就算厨艺再好 这么年轻结婚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而看着两人有说有笑恩爱的模样 老师这才明白小思的饭菜里充满着爱意 于是吃完饭他询问男主今后是怎么打算的 是想找个正式工作 还是考个高中文评去读大学 文言男主却表示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些事情 毕竟他要是想考大学是分分钟的事 努力工作虽然能赚更多的摩拉 但是他现在想尽可能地和小思待在一起 老师又问男主不会对未来感到担心吗 男主却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他觉得珍惜当下非常重要 所以未来的事就交给未来的自己处理吧 听此老师好像明白了什么 看着恩爱的两人 老师在嘴里默念着珍惜当下 他想到了今天上班时 男老师邀请自己去游乐园的事 当时因为工作繁忙被他无情拒绝了 于是在男主的开导下 老师在回去的路上拨通了那个电话 有个爱吃狗粮的朋友是种什么体验 为了让男主证明他与小思是否相爱 小妖竟要求他两当众接吻 而为了满足他的变态要求 男主和小思还真就答应了 这天小思在澡堂的前台帮忙时 突然来了个十分狂野的男人 他上来就很拽地问小思认不认识游奇 看着男人不友善的表情 一旁的小妖已经被吓尿 可小思却一脸淡定 表示自己是不会告诉他的 他可不会灌着这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小鬼 要知道这里可是澡堂 不泡澡的话就赶紧滚 文言小妖连忙提醒小思说话客气一点 他很怕男人是从某个黑道出来的 听了小思的嚣张讲话 男人气得快要爆炸 于是 这时男主突然出现 听到身后的声音 男人脸色瞬间变得非常温和 很是高兴地跑到男主身边问好 原来男人竟是男主的表弟银河 小妖知道后不经吐槽还真是一家人 连取名字的品位都是一样 经过男主的介绍 银河这才知道刚刚和他对峙的竟是自己的表嫂 不过他更在意的是表哥什么时候结的婚 于是四人来到屋内 银河为了确认两人的爱是否活真价时 他竟要求他们当着自己的面来一次接吻 毕竟自己大哥的妻子就是他的大姐 在危机关头是要他豁出性命去保护的对象 如果两人不是真爱 他可没法全心全意地豁出性命 文言一旁的小妖也开始起哄 赞同银河说的没错的同时 表示自己在晚上从没偷听过两人的喘息声 所以他严重怀疑是不是真爱 要求两人立马来个历史之吻 好 我没有任何迷惑的爱 所以我没有任何迷惑的恋爱 我没有任何迷惑的恋爱 我没有任何迷惑的恋爱 但如果我恋惑的恋爱 我会尊重的恋爱 我 看到这里 银河充分感受到了两年的爱 为了不吃狗粮 他当即阻止了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 借着银河命人拿来一个东西 这回他过来其实是想请教男主 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办法的 可掀开子部众人都无语了 里面竟是一只他同学捡到的流浪猫 他们本想着喂点食物就放掉了 但后来发现捡到猫再丢弃的话 会违反动物爱护管理法 于是他们只好贴起是找主人 整个组织都被这只流浪猫搞得鸡飞狗跳 所以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找到了表哥 因为男主以前很宝贝地养过小动物 便想让他收养这只流浪猫 听此男主毫不犹豫地答应 就这样将流浪猫带到宠物医院 做了一系列检查 并给他取了个吐司的名字后 男主的家里迎来了新成员 晚上睡觉时 吐司抓醒男主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男主只好无奈地给吐司喂了猫粮 然而吐司吃饱后 他竟一脸舒服地躺在了小丝的怀里 什么 你怎么能处起来 哈哈 晚上很难 旦那様を信頼してるってことよ そうかな そうよ 私と同じで信頼してるから ついつい甘えたくなっちゃうのよね え 司ちゃん 僕に甘えてくれてるの もちろん 私は 甘えたくない人の横で 無防御に寝たりしないわ でも本当 猫って可愛いわね そ、そうだね 司ちゃんも可愛いけど え? じゃあ 私と通すと どっちの方が可愛い? え? いや それは それは 原因 うわー カナメちゃん いつからそこに? お二人が夫婦コントを始めたあたりですかね 違うのよ これは 有個可愛い的老婆是種什么体验 每当他对你撒娇时 你都会忍不住给他来的爱的接吻 一旁的貓咪都看呆了 还没吃饭的他光是吃狗粮都飽了 忍无可忍的他只好跳到男主手上 阻止了两人的撒狗粮缓解 第二天男主收到了表弟的谢礼 打开一看竟是两张游乐园的门票 为此小司兴奋不已 看着满脸期待的老婆 男主询问他该不会还没去过游乐园吧 听了老公的回答 小司反问男主难道去过吗 男主表示小时候去过两次 那么既然如此 老公一定很熟悉游览攻略 于是为了养足精神 躺下两秒半的小司瞬间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来到游乐园 结果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男主本以为小司会非常失望 然而他反而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游乐园里面 为了防止被雨淋湿 小司穿上了猫儿雨衣 另一边为了吃到第一手的狗粮 两个女仆带着千岁也来到了游乐园 不过看着雨中恩爱的两人 千岁气得差点就要爆炸 狗粮吃饱的三人便决定先去玩项目 与此同时男主和小司也在游乐园玩了起来 但在玩完第二个项目时 却在出口偶遇了刘老师 原来老师为了效仿两人 特地和学校的谷口老师来这里放松的 不过谷口刚才去取热门项目的通行证了 所以还没和刘老师会合 然而当得知门票是谷口抽奖重道的奖品时 小司立马就察觉到了事情没这么简单 先不说碰巧重道门票就绝不可能 而且就算运气好重道了门票 正常人是绝对不可能邀请毫无好感的异性同事的 于是小司委婉地询问刘老师 那个谷口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男朋友 刘老师却一脸害羞地表示不可能 因为虽然谷口很体贴总是邀请他去看电影之类的 但自己却非常无趣 所以他肯定是不会喜欢自己的 听到这小司瞬间明白这无疑就是一场恋爱喜剧 一场谷口老师想方设法追求迟钝的刘老师的恋爱喜剧 如此一来他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才行 要是等谷口老师回来 难得的两人约会就会立马泡汤 想到这里 小司二话不说拉着男主逃离了现场 之后他向老公解释了此事 男主听后非常惊讶 他没想到剧情会如此展开 不过这件事两人也插不了手 他们决定赶紧去玩下一个项目 结果来到门口又遇到了谷口和刘老师 看着谷口一脸害羞的表情 两人在现场解说起了他的微动作 谷口的操作看得两人一阵心急 而玩完这个项目后 刘老师莫名其妙地问起了谷口为什么会邀请自己 文言谷口害羞地要死 他没想到刘老师会主动向自己抛来话题 按照以往的套路回答 这下可以说当然是因为喜欢你 然而正当谷口要说出来时 你为什么今天请你提供了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 那是你做的事情 你喜歡的事情 什麼人說的 什麼人說的 那是你告白 當然 你那樣的狀況 你很像 柳澤先生也很聴いて 你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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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說 你不說 不过迟钝的刘老师在这样的提示下 他还没有发现骨口喜欢自己 这让骨口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严重怀疑刘老师压根没把自己当男人 与此同时男主和小四来到自助餐厅吃饭 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品 小四提议要不要玩个小游戏 不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而是猜测对方想吃的换着吃 听此男主来了兴趣 立马同意了老婆的提议 结果选完菜后男主就后悔了 一眨眼来到晚上 两人又遇到了骨口和刘老师 看着两人暧昧的气氛 男主还以为骨口已经向刘老师表白 这时烟花秀也正式开始 趁着这次机会 骨口准备向刘老师表达自己的心意 结果反倒是迟钝的刘老师先开了口 じゃあ結婚しちゃいます? え?今…なんて… え?ですから… ん… あ!いや!すみません急に! なんて…なんていうかですね… 好きです… なんていうかですね… 好きです… なんていうか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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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よ…なんていうか… なんていうか… なんていうか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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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时半後 2人乘坐電車来到了目的地 看着眼前气派的温泉旅馆 2人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虽然房间里有露天浴池 但一想到坦诚相见的画面 小思和男主就害羞的要死 实在没办法 2人最后选择了公共浴池 在前往的路上 看着男主一脸淡定的表情 小思不明白老公为何能如此镇定 来泡温泉的事明明让自己这么紧张了 他严重怀疑老公习惯了这样的情节 殊不知男主也非常紧张 可小思分开后的 他连泡澡的心情都没有了 为了留下美好的回忆 刚进浴池的他立马穿好衣服 拿起手机就做起了旅游攻略 趁小思还在泡澡 男主打算先踩点一下旅馆周边的景点 可刚出来的他却在走廊遇到了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以自己年纪大迷路为由 想让男主带他去这间旅馆的前台 看着老婆婆可怜的模样 男主只好先放下他的打算 先带老婆婆来到了前台 然而来到前台后 老婆婆又拜托男主帮他找下他的房间 俗话说好事做到底 男主只好答应了老婆婆的请求 在找房间的途中 老婆婆旁敲侧击地询问男主与小思的关系 在得知两人非常恩爱后 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也就在这时小思泡完早出来了 男主万万没想到眼前的这位 就是结婚证上的保证人 敢忙向阅读道歉 阅读却表示没关系 毕竟自己也是抱着忽悠的心态接近男主 文言小思忍不住了 自己的老公明明这么善良 阅读居然做出试探他的事 可阅读却不承认这是试探 他只是用高超的演技若无其事地接近男主 所以他想让小思夸夸这个努力的自己 经过简单的伴嘴 两人跟随阅读来到他的房间 闲聊中 三人聊到了千岁家里的阅言 当得知男主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阅言后 阅读终于放下心来 说着说着突然就伤感起来 见气氛不对 阅读给了男主一张三汤巡礼券 只要拿着他就能跑遍当地的三个一日游温泉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だけど本当に良かった 素敵な人と巡り会えって 那是君その人のことよろしくね 面倒くさいところもあると思うけど 基本的には優しい人だから はい だから一言余計だよ まったく何なんだあいつは 和可愛的老婆一起泡温泉 是种什么体验 看着月光下小思神圣的背影 男主只想来一句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不过这还是两人第一次一起泡温泉 面对坦诚相待的小思 男主害羞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而小思也没好到哪去 小脸羞红的他都不敢正视男主 两人互不作声默默的泡着温泉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男主突然来了句月色真美 小思立马就想到了 男主是在玩喜欢你的谐音梗 表示都老夫老妻了 就不要拐弯抹角的说话 毕竟能对自己说这句话的 只有男主一人 文言男主小脸通红 随后 杀志阳的谐音梗 這麼說,你 сам說話,你要說什麼味道? 雖然說什麼? 就說說真的你看著我吧, 雖然你叫我講話… 這麼說… 意識不太多,我一定會說出來 但是,雖然覺得 birds… 听到老婆娇羞地说我爱你 男主开心地快要爆炸 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小四爱害羞的这一点 然而小四总感觉自己被嘲笑了 二话不说就朝男主泼水 就这样气氛变得欢快起来 两人在温泉里嬉戏打闹 不知过了多久 男主这才意识到全身都热了起来 可现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模样 都不好意思起身 第二天早上 男主被自己做的美梦甜醒 起来后的他回想着昨天幸福的场景 情不自禁地用头疯狂撞墙 这时小四突然出现 男主被吓了一跳 原来小四刚从大浴场出来 他是来提醒男主快去洗下身体 准备一起吃早饭 于是等男主洗完澡 两人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后 男主提出在离开之前 要不要再泡一次走 被可爱的女朋友半夜吵醒是种什么体验 为了向男主道歉 小四又主动吻了上去 就在刚刚 从温泉旅行回来的两人 突然发现家里的空调坏了 在这炎炎的夏日 没有了空调的男主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于是立马向小四提出了去买空调 不过一旁的小药却提醒两人 就算现在买空调 安装的话也要等到两周半以后 毕竟天气这么热 专业的安装人员早就被预约满了 所以短时间是来不了的 温泉男主却表示没事 因为他自己就会装空调 来到大型连锁店 看着各种各样的空调 小四犯了选择困难症 结果一转头却发现老公已经选好了型号 就这样光速买好空调后 男主打算去五金店 租赁一些安装空调需要用到的特殊工具 可进店后小四才知道 这里的女老板白鬼居然是男主的熟人 看着面前年轻漂亮的女孩 小四呆愣在原地 不放心的他询问男主和白鬼是什么关系 男主却说白鬼是他初中的同班同学 也就是说两人现在的年龄是一样的 接着男主告诉白鬼他已经结婚了 一旁找工具的白鬼听到后 面无表情地回了个知道 随后继续问起了男主需要什么工具 男主已经结婚的消息让白鬼非常吃惊 脑子迟钝的他足足花了两分半才反应过来 随后他很想知道男主和小四是怎么认识的 不过无论如何 他还是恭喜两人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 白鬼将今天租赁工具的摩拉全给免了 就这样拿到免费的工具后 男主当晚就将新买的空调装好 于是在空调的作用下 整个房间很快就凉快起来 这时也到了睡觉的时间 两人来了个晚安之吻后 男主将空调关了准备睡觉 可没过一会 小四就被热醒 叫醒男主表示睡前就关空调会不会很热 听老婆这么说 男主很是抱歉 于是将空调开到26度后 两人再次躺下 或许是新买的缘故 没过一会房间就变得超冷 男主也因此被冻的睡都睡不着 转头看向小四 这才发现小四已经坐在那瑟瑟发动 于是将温度调高到28度后 两人再次躺下 这个温度对男主来讲可能刚刚好 可看着先掉被子睡觉的小四 男主这才意识到28度对小四可能还太热了 随后就将温度调到了27度 设了一小时的定时关闭 没过一会小四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一小时后空调自动关闭 小四又被热醒 正要拿遥控器的他不小心把男主吵醒 于是为了向男主道歉 小四主动吻了上去 有个求知欲极强的女朋友是种什么体验 只因想知道男主为什么会看少女漫画 小四又主动吻了上去 这天傍晚 小四没来由地问了男主一声你喜欢我吗 虽然男主回答了当然喜欢 但看着小四若有所思的表情 男主呆愣在原地 搞不懂得他第二天就找到小妖 询问小妖自己是不是做了会被怀疑爱情的事情 文言小妖认为那只是两人对一个词的理解不同而已 就比如欣赏立体主义的画作时 有人会觉得很好看 也有人会觉得乱涂乱画 所以如果把小四的话转换成猫的行为 他就是在呼噜呼噜地亲近男主 毕竟小四很清楚男主喜欢自己 所以才会呼噜噜地接近对方想要撒娇 既然如此 听到你喜欢我吗 要做的事只有一个 那就是疯狂地宠溺小四 直到小四满意为止 而有句话叫做我爱你 在两人结婚之后 能对小四说我爱你的只有男主一人 所以男主要是不说这句话 小四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对他说我爱你了 文言男主明白过来 可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表达爱你 男主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说出我爱你会很奇怪 比如一起吃饭看练习生的时候 说小四比里面的偶像更漂亮就绝对不行 毕竟哪有人拿老婆跟别人比较的 而且万一小四喜欢那个偶像就糟了 更何况这样的客套话完全就像在挖苦人 这么想来 说这句话的最佳时机 只有在早上小四刚睡醒的时候 于是 男主万万没想到会毫无效果 要知道这个时机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不过通过刚才那一下 男主明白了这种话是要多练习的 为此男主决定看些少女漫画来学习一下 然而看着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的老公 小四却起了捉弄男主的小心思 于是他抱弃吐司 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男主头上 虽然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但看着专注的老公 小四决定发起第二次进攻 于是他闪到男主身边 打着帮老公按摩的幌子 伸出了他的魔爪 ははは ちょっと 香烦ちゃん何で脇腹もむの え なんか私間違ってた ま 間違ってたよ いきなり脇腹はダメだって そっか じゃあいきなり揉むのはやめておくわ そうそう 揉むなら肩にして肩に 分かった? 分かった 大丈夫 这没开二度的柔妖稿的男主不知所措 可小思却还在一旁装傻 看到老公生气时的可爱模样 小思不禁笑出了声 然而他现在更在意的是 老公为什么突然看起了少女漫画 听此男主却表示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因为他是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为了熟练地表达爱意 结果迷上少女漫画这件事的 但小思根本不信男主的回答 为了让老公说出原因 他又发动了必杀戒 小思都做到这份上了 男主只好将原由说了出来 文言小思非常感动 想让老公展示一下学习的成果 本気で言ってる? 本気本気 本気 本気 え、じゃあ つ、つかさちゃんのこと 宇宙一愛してるよ 何なのその可愛いやつ ズルーの旦那様 え、怒られるの? それで もう少し具体的に どれくらい愛してるの? え、ど、つかさちゃんは いつも本当に可愛くて 毎日見るたびに どんどんつかさちゃんへの愛が 大きくなってるんだよ 僕へのご褒美 これでいいや もう すぐこういうことする 这天小思想看 綜藝節目的时候 突然发现遥控器 打不开电视 本以为是壞掉了 结果交给男主 检查后才发现 只是遥控器的 电池没电了 看到老公这么快 就找出原因 小思询问男主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废柴 毕竟自己连电池没电 这种入门的故障 都不会处理 文言男主连忙 表示他没有这么想 可有时候 小思的弱智举动 真的让男主想笑 就比如今天 疏手机密码的时候 密码的小思 硬要说是手机在欺负自己 面对男主的询问 小思不但不承认 自己忘了密码 反而表示智能手机 明明很少需要输密码的 因为在弹出密码界面的时候 有了人脸识别的手机 都是搜的一下 就把账号密码填进去的 虽然小思将有把握的密码 输进去了 但就是解锁不了屏幕 所以小思严重怀疑 自己的密码 是被超级黑客给改掉 听着老婆在那胡言乱语 男主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拿过手机输入了六个零 不过男主还是建议老婆 改一下密码比较好 改成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复杂密码 不过话又说回来 男主很好奇小思没认识自己之前 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 小思却表示是阅读帮的自己 别看他平时那种模样 其实阅读是个理科狂人 听此男主有些惊讶 不过看着密码都能忘的小思 男主真的觉得他很可爱 然而小思却以为男主 一定是觉得自己很废材 尽管男主极力解释 他并不是这么想的 但小思就是一口咬定 所以事已至此 为了圆满的夫妻生活 小思要求男主必须要 哄哄自己才行 既然如此 男主想买个蛋糕来安慰老婆 文言小思一脸无奈 毕竟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想着用蛋糕来哄老婆开心 实在没办法 小思还是决定让老公用蛋糕来哄自己 说着便起声让男主和自己一起去买蛋糕 不过小思还是觉得男主挺可靠的 所以想感谢老公一直帮助自己 第二天晚上 洗完早称了体重的男主惊呆了 完美控制体重的他 几天没撑居然胖了两公斤半 男主万万没想到婚后的幸福生活 会让自己的体重飙升 可他不明白的是 小思明明和自己吃的一样 但他的身材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于是他一把抱住小思 想摸摸老婆到底有没有胖 结果发现小思受的惊人 也就在他疑惑是为什么的时候 小思却发现男主变胖了 不过为了鼓励失落的老公 小思表示就算男主变得肉肚肚的 他也会觉得很可爱 文言男主反而变得更加失落 为了不再变胖 男主决定今天开始锻炼 然而说是每天要跑十公里 结果跑了两公里半就尾了 第二天两人做了冰镇宿面 可就在准备开动的时候 阅读不知何时突然出现 小思一看到阅读就和他扮起了嘴 阅读表示小思也别一直窝在家里 有空的时候可以出去玩玩 正好他最近想去露营 所以机会难得 想让小思带自己一起去 于是阅读自说自话的 将露营的时间定在下周后 留下带来的礼物便离开了 ところで ところでもらったお土産って何 まあ中身は見なくても分かるけどね え どうせおはぎだよ 大丈夫 君はまだ生きている とりあえず このおはぎは君が食べなさい おはぎは君が食べても嬉しかったんだとさ 有个非常可愛的老婆 是种什么体验 接着刘老师表示 他和谷口前阵子去约会时 一起去吃了牛肉盖焦饭 虽然看起来很寒酸 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吃 当时感觉既兴奋又激动 不过等盖焦饭端上来之后 谷口竟往饭上堆了满满的姜丝 文言小思以为 刘老师担心的是谷口的价值观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刘老师看后觉得非常震惊 而谷口也解释他之所以这么吃 是因为受了某个漫画的影响 虽然那部漫画里也说了 这样并不怎么好吃 谷口把事情搞得这么神秘 于是出于好奇 刘老师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一个人去吃的时候也放满了姜丝 可当他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后 发现确实像谷口说的那样并不怎么好吃 但真正可怕的是还在后头 因为两天半过后 他就忍不住地再想吃一次 那个堆满姜丝的盖焦饭 直到那时候刘老师才明白 谷口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像黑我家哥哥那样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所以刘老师很烦恼 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谷口 因为他觉得谷口喜欢的是之前的那个自己 文言小思吐槽着哪算是烦恼 毕竟爱上一个人之后 会为其改变是很正常的事 于是在两人的开导下 刘老师恍然大悟 明白 我… 話… 話… そして… こんな私でもいいのか聞いてみる! 二人には幸せ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 星に願うよ いや、願われても星も困ると思うわ まあ… 正直話の内容はよく分からなかったけど ちょっと… 牛丼屋さん行ってみない? 私も同じ気持ちだったわ コーラ… ミミ食べちゃダメ スカスちゃんはミミも美味しい いや… 息が… 息がかかるから 大好きだよ 這天吃飯的時候 兩人聊起了去山里露营的事情 小四表示去看星星又不是非要去山里 因為夏天山里的虫子會很多 所以肯定會被叮出一身包 而且就算是想在高處看星星 澀谷的某处大廈就非常不错 畢竟那里的楼顶是開放式的 上面还有一大片草坪 更是提供情侣专用的吊床 所以去那里也可以在那尽情地观赏夜空 文言男主却说 这个就下次約会的时候去吧 既然如此 小四也只好答应男主去山里露营 不过他还是抱怨阅读 居然还做了莫名其妙的露营传单 与此同时 小玲和小妖也看到了传单 于是在两人的商量下 他们也决定和男主一起去 不过从未露营过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需要准备些什么 而男主却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传单上写了就算不习惯住帐篷 那里还有豪华的露营设施 就像是酒店的客房一样 屋子里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 文言小妖兴奋极了 不过男主担心这么豪华真的没有问题吗 小四却一脸无语的解释没事 因为那座山和露营设施 全都是阅读的私有屋 而那块地是他以前专门为看星星买价的 想着搁置在那里也是浪费 就改造成了现在的露营地了 文言男主和小妖都觉得不可思议 也就在这时 球马不知从哪突然冒了出来 不太聪明的他表示自己从小就对露营很感兴趣 因为他爸爸常说 要是有人把你梦哭 你就带他去山里 爸爸会帮你把他们全埋了 所以球马对露营就是这种感觉 文言男主不禁吐槽这样的露营 每去一次就会少几个人吧 而小妖为了纠正球马对露营的看法 提示他之前不是看过一部露营动画吗 经过男主的询问 银河表示那天在澡堂看到的姐姐去的话 那她也去 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情 她必须好好陪罪才是 与此同时千岁这边也在讨论着露营的事情 千岁表示自己可是某部露营漫画的粉丝 想着男主一定没参加过露营 所以她要让男主领教一下大自然的残酷 就这样到了约定的日子后 众人带好东西准备出发 而前往目的地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乘坐车辆直接前往露营地 另一种是花四的小时徒步前往 那种事也没有听到 那种事也没有听到 在哪里 嗯 稍等一下 老妞 让你走四个路路 要走四个路 好 好了 好 延旋 坂子 是 好 明年 好 活 好 好 好 就这样除了小妖 几人采用徒步的方式前往目的地 可小林才走了几公里就开始喘得不行 而贪玩的球马更是落后的快看不见人影 小思见状 嘱咐三人继续走后 瞬间化为忍者 几个闪现就来到球马身边 随后带着球马超近道赶上了几人 来到露营地后 小思和男主坐在小溪边聊天 而趁着周围没人 男主又动了亲小思的念头 可小思却说要是被熟人看到他会很难为情 之后两人来到林中散步 却在森林某处找到了清澈的水潭 见此男主想和小思一起下去玩玩 但小思现在穿着长裙 他怕进去后会被打湿 既然如此 男主来到小思身后 双手提起他的裙子 尔正二人 自從大转抜 更自然而逊 我地向下 高尹 两人亲密了一段时间回到露营地点 结果这才发现球马不见了 考虑到周围都有摄像头 所以应该不会在这里遇险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迷路了 于是为了找到球马 众人开始分头寻找 结果找着找着男主自己却迷路了 又累又饿的他 躺在石头上不知不觉地睡去 与此同时小四这边早就找到了球马 而球马也并非迷路 他当才只是去厕所方便了一下 实在没办法 小四又只好开始寻找自己的老公 最后到了晚上 他终于找到了睡在石头上的男主 不过看着小四那神圣的背影 男主想起了出于小四的那天事情 他很不明白小四那天为什么会喜欢上自己 私が君を好きになったのは 君が最初に私を信じてくれたからだよ 君が私を信じてくれたから 私も君を信じることにしたんだよ ありがとう那沙君 司翔 あの日僕が即答したのは 君が振り向いてくれたことが ただ嬉しかっただけなんだ ただ嬉しくて嬉しくて でも あの日の答えを僕は一生 誇りに思う 小四和男主终于举办了一场婚宴 虽然不是正式的婚礼 但戴上头杀的小四真的是非常可爱 就在刚刚 众人聚在一起吃起了烧烤 也就在小四大口炫着肉串的时候 前方的舞台突然传来小药的声音 随着遮挡的白布被人拉下 里面瞬间呈现出了惊喜婚宴的大屏幕 见此两人都惊呆了 然而不等他们回过神来 大屏幕上便播放起了一段视频 视频大概讲述了男主与小四相遇 到相识相知的全过程 原来这一切都是阅读 为了给两人一个惊喜 特地叫小药和白鬼过来 帮忙准备的婚宴 可小四却气愤地表示 婚宴又不是用来给人惊喜的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考虑到不能扫了大家的心 两人只好听从阅读的安排 乖乖来到舞台上举办这场婚宴 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新郎和新娘的致辞 不过两人根本没做准备 对着这么多人的面急性发言实在是太难了 可一旁的小药却表示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 但小四觉得这样依旧很难为人 既然如此再放低点要求 只要男主一人来就可以 文言男主陷入沉思 最后他还是答应了这个提议 于是拿过话筒了他 上来就说起了自己有多爱小四 这让一旁的小四害羞得简直快要爆炸 好在男主的致辞没有多久 大家都为两人的幸福感到高兴 而接下来的另一个惊喜 便是夫妻俩合作一起切蛋糕 不过在此之前 月独尾小四戴上了头纱 这让小四又是一阵脸红 就这样两人在山里举办了一场惊喜的婚宴 众人都开心地吃起了蛋糕 唯独千岁却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之后大家来到山头看起了星星 就在男主为众人介绍星座的时候 小四突然出现 拿出烟花的他 瞬间就骗走了所有人 两人本想泡杯咖啡独处一会 结果千岁突然出现 故意表示自己也想来杯咖啡 也就在这时 就这样四人坐在一起 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起了为什么要结婚的话题 男主表示结婚应该在人类历史开始时 就已经理所当然的存在了 所以他一直在想 为什么喜欢上一个人就会想结婚呢 然而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 月独来到四人面前 他上来就以男主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诱饵 想请男主和他到那边单独聊聊 男主被阅读单独 叫到了小树林 而他上来就先和男主说了声抱歉 表示男主之所以在那场车祸后 过了两年半才与小四重逢 都是因为他的任性要求导致的 所以他真的很感谢男主 耐心地等了小四两年半 接着月独本想告诉小四身上的秘密 但男主却打断了他的讲话 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迟钝 他在相处的过程中还是有所察觉的 所以他很庆幸能和小四结婚 文言月独呆愣在原地 此刻他终于确信 男主就是最后为小四实现心愿的那个人 一想到这月独露出了微笑 随后转移话题说 你不是想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吗 之前他也问过小四同样的问题 所以想知道答案就去问小四吧 于是男主告别月独后 一路小跑找到了湖边站着的小四 而男主先是夸了月独人很好 接着便向小四提起了 人为什么要结婚的话题 文言小四向前走了几步 随后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之所以会结婚 是因为人的生命并非永恒 一个人即使成就伪业腰长万贯 终究会在某天粗然尝试 或因患病 或因受伤 或因战争 或因意外 即使运气好 最多也只能活百年便会衰老而逝 想要反抗也无能为力 所有诞生于世的人 都终将迎来生命的终结 但是正因如此 他才相信爱情是永恒不变的 即使是身躯陨灭 但心中也会素有永存不灭之物 即使如细血般落地消融 如祈祷般虚无缥缈 那永不熄灭的光也真实地存在过 所以人们才会在婚礼上历史 向父母 向恩师 向相信自己的人 向象征永恒的不灭之时 向那视为神明立下誓言 不论健康或患病 不论喜悦或哀伤 不论富有或贫穷 都相爱相尽相依相助 亲近真心 至死不渝 并非行单隐之 而是成双成对 就这样说着说着 两人再次立下誓约之吻 他们向着这片星空 发起了永恒之爱的誓言 之后两人回到了豪华露营帐篷休息 看着里面的最大号双人床 两人又变得害羞起来 于是为了冷静一下 他们决定先坐下来 喝点冰镇汽水 但一想到 马上就要和小思睡在大床上 男主还是特别兴奋 不过可悲的是 帐篷的隔音效果几乎为零 要是让老婆在这种地方 发出焦难的声音 就有可能被这里的所有熟人听到 可快压不住的男主 顾不了这么多了 于是他起身对小思说道 就这样两人害羞地躺在了床上 男主试探地问小思 要不要枕在自己的手臂上 而小思不但没抗拒 反而称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男主一把搂住小思 正直 我看不懂得怎么回事 但 小思 有点好香 但 但是 我已经有很多汤了 但是 你看 非常好香 这是我看过最虐心的剧情 女孩从小就失去双亲 就在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小思的一块丘饼 让女孩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看着小思那不老的容颜 阅读暗暗发誓 今生一定要帮小思完成她的愿望 可岁月不饶人 小思依旧是那个16岁的可爱少女 但阅读却已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婆 时日不多的她 用尽一生依旧没能帮小思完成夙月 看着面前的月言 她想起了两年半前的那个冬天 就像男主的小思回来告诉阅读 她已经找到了那个命中之人 所以她已经不需要阅读为自己实现心愿了 不过小思还是给阅读留了些时间 表示两年半过后就不要为她而活了 毕竟人的生命那么短暂 她希望阅读能在最后的时光里活出自己的人生 必想到这 阅读打开展示柜 拿起了那块她千辛万苦从月球搞到的月言 深感遗憾的她 一个亮枪就晕倒在了地上 而此时的小思还抱着被子做着美梦 就在男主想着要不要拍下这一幕的时候 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 小思只好一脸不情愿的起身 接通了千岁打来的电话 听到那头说阅读出事了 小思瞬间清醒过来 二话不说来到医院 结果来到病房就看到阅读像个没事人一样 坐在床上吃着甜甜圈 看到小思这么担心自己 阅读很是高兴 表示自己根本没事 只是千岁他们太大惊小怪了 说着他便将游戏机给了小思 自己则是打算出去透透气 然而看着阅读缓慢的步伐 男主仿佛明白了什么 于是也跟着阅读来到外面 而阅读则是将那块月言交给了男主 阅读表示虽然为了剪这块石头 人类花费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但剪回来后才发现它确实是块普通的石头 那作君 那人 你也帮你幸福吧 那是什么事 我还没有知道在那时的我 那时的我还没有解决 但是 我还没有解决到月的石头 我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是的 请留下 我必须 我必须 我必须幸福 得到男主的肯定答复 卸下重担的阅读感觉精神了许多 也就在这时小四找了过来 他抱怨这手上的游戏也太难了 质问阅读两人又在这偷偷摸摸地讲什么事情 在他看来 阅读肯定又在给自己的老公灌输什么奇怪的观念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第二季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小四和男主竟趁着公园里没圆 掩饰起了情侣之间该怎么拥抱才是正确的姿势 感受着紧紧贴上来的老婆 男主兴奋的简直快要爆炸 就在刚刚 男主突然接到房东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新的公寓马上快要建好了 这让男主感到有些紧张 因为一旦搬到新房子 就意味着要和小四开始真正的二人生活了 于是机会难得 两人打算先去看看新公寓 看着比之前大了一圈的房子 男主已经想到了住进去后的幸福生活 不仅有单独的浴室 而且还有一张双人床 两人发出羞羞的声音 也不用担心被小妖偷听 一想到这 男主便回到家打算收拾东西走人 也就在这时小妖突然出现 恳求男主不要搬出去 毕竟两人走后 就没法偷看他们晚上亲热了 这会让他感到非常寂寞 不过小四却说不用担心 因为就算他搬出去了 他也会每天来早堂工作的 要是这间屋子之后没有别的用处 男主也可以在这里继续工作 晚上 两人手牵手在公园里散步 小四突然问男主真正的夫妻是什么样的 闻言男主一把就抱了上去 可小四却推开男主 提醒老公刚刚的拥抱姿势简直太差了 说着小四就讲解起了正确的姿势 面对身高偏矮的女生 手应该从女孩的肩膀上抱过去 这样两个人才会更贴合 接着小四问老公有没有想对自己说的话 听此男主沉思了一回 随后表示还挺多的 就比如老婆睡觉的时候 她能不能碰老婆 因为小四平时的睡相很差 会到处乱滚 看着就很冷的样子 有时候还会露出肚脐眼 所以她想帮老婆整理一下睡衣 或者盖一下被子 不过是否会露出肚脑 那我说是不错的 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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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不错的 那就是老婆的说法 那我认识的 不错的 那我认识的 那我认识的 7月12日开播 让我们一起期待女子高中天的到来吧